I'm seeing you know that you don't know about the冷知识 Hello,大家好,我是小蛙 今天是大家喜欢乐见的冷知识 第一个,在和小伙伴联系的时候 也会有东西不想分享的情况 其实游戏中的箱子是可以通过直连搜索的 在直连梦围我们可以自定义密码 中文也是ok的 上锁后,玩家必须拿着相应名称的物品才能开锁 可以用铁针修改物品名称来当钥匙 另外要注意的是 对箱子上锁时需要站在箱子上才行 第二个,我们都知道 在游戏里两个相同朝向的箱子 会合并变成一个大箱子 如果你就是想要两个朝向一样的小箱子 可以通过save的潜行摆放来避免合并 但是要注意的是 如果在潜行状态下对着第一个箱子摆放 那这两个箱子还是会合并变成大箱子的 第三个,下面是关于传送门的冷知识 据说下节传送门诞生于2010年10月29日 它正式发布的那天 终好我的时间销售量破50万 这么一看还挺值得纪念的 第四个,玩家在传送的过程中 会出现屏幕扭曲现用的效果 不知道各位平时会不会关注摄子中的选项 其实在辅助功能中可以把这个效果取消 只需要把屏幕扭曲效果拉到0即可 另外进入传送门时会看到紫色的滤镜 按下F1将只平平掉 这样我们就能耗无波兰地去到下界了 第五个,现在要问奇艺怎么搭建传送门 玩家的第一反应应该都是有黑钥匙 但其实应在非常早期的版本 玩家只要按下F4 就可以直接在附近生产一个已经激活了的传送门 传送到地域之后也同样使用 所以不管是来去都非常自由 不知道为啥把这个功能给取消了